孩子到了必定的年纪,就必须承受教育,但是有一部分家长感到很头疼,宝宝不肯硬在幼儿园拉巴巴,这是为什么呢?你们遇到过这情况吗?孩子入园以后会出现许多情况,不在幼儿园大便就是其中之一。 近日,有一位妈妈因为此事发帖求助,去了解,许多小朋友都有相同的问题,这位妈妈在论坛上发帖说,儿子今天上幼儿园,把大便拉在了裤子上,教师没有急需告诉我,我回家后才给儿子换上洁净的裤子,儿子有个习气,不在幼儿园里大便,有大便便回家才拉。 现在我惧怕孩子会被其他小伙伴善小看不起,然后有了心思暗影,该怎样了才好呢? 其实,有这样习气的孩子不在少数,许多妈妈都反应过孩子,不肯在幼儿园大便的问题。 孩子为何不肯在幼儿园大便?孩子不肯记在幼儿园大便,非要憋回家才大便? 损害,但是很大的,孩子身体里的各个组织器官,没有发育老链,有便便习性会引起体内毒素堆积,肠道大便不变重。 大便长期在肠道集体会,因损失水分变得干结起来,热气便秘不刚变。 那么,孩子为什么不肯一再幼儿园大便呢?原由咱们来分析一下,觉得见好含义,对孩子来说,那就是一件不能揭露说的工作。 上课,玩游戏,吃饭时,孩子居然想大便了,他会觉得见好含义,不敢跟教师说,即使跟教师说了,也有可能会因为紧张拉不出来,因此,孩子只能别回家才拉大便。 怕被人善笑,有些孩子能上厕所惧怕被人善笑,自己拉大便称,在幼儿园这种心思也是存在的。 他们担忧在幼儿园大便,被其他小伙伴善笑,或担忧是到教师,且好含义让教师协助他屁股。 属于 gangaid期,gangaid期是每个孩子必须度过的一个特殊生理期,在此期间,当孩子有了便癣或是尿衣时,有可能会故意变住。 对此妈妈不要过于介意 责怪孩子的不适 度过了这个时期 孩子的这个习气会感动 偏尿逼 便就会有所好转 觉得不习气 和家里厕所不同 幼儿园的厕所一般是开放式的 孩子可能会觉得害臊 因为环境不一样 一些孩子会不顺应 会甘愿回家大便 怎样让宝宝在幼儿园拉巴巴 晓得了孩子不肯定在幼儿园 大便的缘由 那么咱们应该怎样 改动孩子这个习气呢 这给我们制招 提前做好如厕训练 一般而言 孩子到了一岁左右 就有了操控大小便的才干 但并不老练 因此孩子到了一岁半 就要终止如厕训练 坐到自己上厕所 不尿裤子 不尿床 不把大便拉在裤子上 做到这一点 有的孩子需求三五个月 有的孩子则需求一年左右 根据孩子特性 有地方使 在孩子上幼儿园前 爸爸妈妈要跟教师交流好 把孩子的情况说清楚 孩子之间存在单个不同 教师不代表留心孩子的性别 还要重视孩子的性情 讲运孩子 请勤内向 教师和孩子说话时的态度和言心 必定要留神 因为单个不同 孩子们的如厕时间 以及状况不尽相同 有的孩子的时间较长 以致起来哼尽 哼尽如厕 但幼儿园的教育计划 大致上不会因为 单个孩子出情况而被打乱 教师应尊重孩子的单个不同 多留心这些孩子 用亲子游戏 了解孩子心理 孩子通过对爸爸妈妈的留恋 取得安全感 有了安全感 孩子就能充分展现自己 亲子游戏 不但能加深亲子爱情 还能便利爸爸妈妈 更好的了解孩子 比如 妈妈可以使用角色扮演游戏 了解孩子 不肯在幼儿园大便的实在缘由 然后再和教师交流 一起处理孩子便便的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